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不要向外求 唯有贪生吃 才立这个界定会吗 本性空空洞洞 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本来就没有烦恼 焉有菩提可得呢 所以祖师说 佛说一切法 为除一切心 佛说一切法 是为了除掉我们这一颗 一切的烦恼心 我为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呢 本来我就没有这一切的烦恼心 那你除什么 就不需要用到一切法了 本源清净佛上 更不着一物啊 提如虚空 虽然以无量 珍宝庄严 总不能住啊 虚空啊 你要挂这个珍宝庄严了 它还是不能住的 佛性同虚空 此心建立啊 欲敬即有 无敬即无 什么叫做清净心呢 依照境界 我们随缘处理 虽然随缘处理呢 可是我们还是无心 那么没有境界原善了呢 那么清净心就放下了 回归到本来的无心啊 所以说一净就显现了 无境就不显现了 所以不可以净性上转做境界 意思就是不可在自心的清净本性上 转做一种变成实体的境界来理解 这是错误的 以及是心境是什么项都没有 不可在清净的本性上 把它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境界来理解 那么就是转家闲远了 就是很糟糕了 啊 我们呢 邪佛最怕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清净的本性 他就把它清净本性 化作一个目标 方向跟观念 我拼命来着追求 越求就越远了 所以你为什么邪佛 我要求得本性 他不晓得放下才叫做得到 他因为有所求 然后有所求 又化作生命的因果 强迫自己去修行 认为拼命的追求 这个叫做修行 他不晓得放下 叫做修行 所以不可在清净的本性上 把它化作一种实在的境界来理解 那这个是 这更很糟糕的 所言啊 这个底下呀 是错误的见解的 啊 底下说 古来啊 有一种错误的见解 哪个错误的见解呢 所以所说的啊 定慧啊 建用 建用 我们用定慧来造 造用 本来威武啊 他还用这个定慧来造用 怎么样 立立就是清清楚楚了 急急就是空空洞洞了 行行就是清醒的样子了 静闻截止 这个静闻截止 它是脑筋在作用啊 不是我们的本性 福性在作用 福性是 见闻截止所不能及 他也不离见闻截止 只要在见闻截止所建立的 你通通要放下 那一颗放下的心就是 所以 皆是静上作解 这个都是在境界上 来做 理解而已 只要你离不开见闻截止 放不下见闻截止所产生的假象跟观念 他通通是 妄想 通通不是本性 啊 暂为宗夏可能说 吉得 这个吉得就是可以 暂时啊 跟宗夏跟离不开这个见闻截止 脑筋观念的人 这个讲一讲是还可以啊 若一清正呢 如果想要清正 皆不可做如此见解 不可以在见闻截止里面说 哦 他观照的清清楚楚怎么样 不 这些通通要放下 本来无一物 一见闻截止 不离见闻截止 又超越见闻截止 那一念不生不灭就是 不生不灭无念 无念 作用 还是无念 啊 如果你想要清正 皆不可做如此见解 竟是禁法 有没处 这个不念末 没就是无啊 啊 这个都是境界里面的立一切法 不是立有法 就是立无法的地方 就有没处 没就是无啊 哎 莫以有地啊 啊 只要你的境界上 立一个有 立一个无 这个通通是有 哎 通通是有 什么是真正的空呢 就是有上 当下就空出 无也是空 绝对 有 绝对的存在平等 无 绝对的存在平等 这样子才就是 就生就是非生 灭就是非灭 这个才是真正的啊 生灭 不生不灭法 不是另外生 以外取一个灭 灭另外有一个 一个生 那个都不是 这近是境法 有没处 就是在境界的阿力法上 那就加一个变得有法 要不然就是无 落入两边 莫以有地 变成沉默 沉自在 有就是境界 执着的意思 不是执着有 就是执着无嘛 所以但以一切法 不做有无见 即见法 做有见的话呢 那么就是着相了 做无见呢 就是断面 所以但以有上不着 就是见法 明天